作为07年快乐男生冠军 他当年的消失一直是很多人的一男品 而如今他八年前为旋风少女演唱了片尾曲《那个远方》 却突然在短视频走红 并一度成为了当下无数青春像视频的代表B加姆 陈楚生的嗓音非常独特 开口便有一股青春热血的味道 演唱这类歌曲也让歌曲本身充满了浓烈的励志香 同时在去年与张远 余浩铭等四人演唱的直到世界尽头 在今年同样热度超高 到现在我也搞不懂 他是怎么一开口就注入了日漫的灵魂 在冰冷森林中 我已孤独穿行太久 像被热的空关头 写在你心里的胸 没你养手直到世界尽头 渴望的心没有理由 有没有人告诉你是他夺冠后的首支爆红单曲 讲述了漂泊之人的苦与爱 是他本人失恋和哥哥里事后的一股感触 这首歌成就了他 但也为他日后被雪藏埋下了伏笔 2008年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出现了史上最黑暗的十分钟 险些造成严重播出事故 而其原因就是陈楚生玩起了失踪 无奈之下只好找来张姐救场 事后陈楚生便遭到血藏和巨额违约金 而消失的原因事后爆料是节目组吧 有没有人告诉你背后的女孩找了出来 还要安排他和陈楚生同胎表演 陈楚生得知后内心很是生气 他觉得节目组践踏了自己的灵魂 才选择消失进行抵抗 在之后的多年里 陈楚生几乎音讯全无 直到2017年 在某面唱将中 人们又再一次看见了他 但曾经那个骄傲璀璨的少年 仿佛变了个样子 是彻底从情感和心境的不同 而这些变化也大概来源于 被血藏的日子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自己可能没有太多的 这个中医细胞 说实在的 就是不太会说话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不该有你 2019年陈楚生以踢馆身份 参加歌手节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但并没有掀起任何水花 直到22年参加节目追光吧 与倪坤 吴振宇翻唱 墨河舞厅 才再次备受关注 一时间霸展各大热搜 让人们在温暖的旋律中 感受了一次凄惨的爱情故事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寸落 也没有见过有人 在深夜放烟火 万幸就像你的眼睛 温柔的看我 你什么都不必说 如果说陈楚生的夺冠是天意 雪藏是桀骜不驯 那如今的翻红便是骨子里的实力 视频最后也祝愿它继续发光发紫 我是一小六 我们下期见